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好,我们是处处有武功。 你知道什么是社畜吗? 社畜这个词它是从日本传来的, 意思是指说拼命卖力地为了公司工作,放弃自身拥有一切的人。 而近年来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会使用这一词来指代自己的工作状况, 所以我们依此为出发点,结合了中式武功, 十二生肖各个动物给人的印象,并且搜集了十二种职场中常见的个性特质来完成我们的角色设计。 我们希望身处同样情境中的社畜们,能够在看了我们的设计后, 可以放松精神并且重振情绪,转换心情并且继续向前走。 先说到我们的logo,我们的logo是由传统的中式武功姿势, 结合了中式云文感与速度感来完成, 而我们的标准字则是以特名体为基础, 运用透视技巧足有延伸,使字体更有魄力, 再将字体的笔画拉出如同功夫般柔软但有力的异象来完成。 刚刚有说到我们使用了十二生肖与职场中常见的各种特性做结合, 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本书。 这本书是我们的主产品,它的名字叫做触及率, 它是使用金泽妆的方式来呈现。 在书里,我们帮十二种动物撰写了不一样的故事。 这里我简短的介绍一下, 就比如说我们的龙结合了冠老板, 它的技能是望子成龙。 比如说我们的鸡,它结合了正义魔人, 它的技能是正义大神功。 这其中都有隐藏的它们的小故事, 欢迎大家过来进行翻阅。 除了我们的设定集以外, 我们另外还设计了三款不一样的包装。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注意到, 大多数人每天都有黑饮料的习惯, 而且黑饮料能够帮助我们缓解压力。 对于社区们来说, 方便取得且容易攜带的罐装饮料是个不错的选择, 因此我们以角色的个性配选出了相对应的各种口味。 先看上我们中间这组, 中间这组的名字叫给我去工作组。 通常会这么以止气死的说话的人, 会是一些主任、老板等等的角色。 所以相对应的, 这组礼盒它里面的饮品会是养生茶类, 比如说里面有菊花茶、铺耳茶等等。 同时呢, 因为我们的主要销售对象是社区们。 所以呢, 我们希望在社区们买到这盒礼盒包装后, 能够有另一层感想, 只是说变成我们在喝光老板, 压榨老板, 而不是被老板们压榨。 再看像我们左边的这一组, 左边这组的名字叫做好不想工作组, 听这个名字, 相对应的话, 他们会是一些比较懒散的角色。 他们的个性也没那么的积极, 所以上班时总是会喜欢喝高糖高热量的饮料来帮助他们偷懒。 像我们的猴子就是可乐, 羊就是棉花糖热可可。 现在看到我们的右边, 我们的右边呢, 是我们的豪翔工作组。 豪翔工作组里面对应的角色会是一些, 积极并且喜欢工作的角色。 所以呢, 他们会需要喝能量饮料来让他们完成更多的工作, 因此这一组包装礼盒里面装的都是一些能量饮料。 接下来呢, 介绍一下我们的周边。 我们的周边有吊饰, 笔牌, 库卡, 徽章。 其中呢, 我们也设计了一些在办公室常常会使用到的物品, 比如说可以拿来夹资料的资料夹, 上班通勤常会用到的证件套, 电饮料可以使用的杯垫, 以及常常可以寄一些小事情的便利贴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